据央视新闻消息 一架运输机共搭载了74吨医疗物资 以及来自陆军 海军 空军 火箭军 战略支援部队 联勤保障部队 武警部队等多个医疗单位的947人的医疗团队 此前到2月2号 空军曾出动8架伊尔76大型运输机 从沈阳 兰州 南京 广州四地出发 空越医疗队员和医疗物资飞赴武汉 据新约2离运输机又称昆鹏 还被亲切地称为胖庸 是我国国产新一代大型运输机 于2016年7月6号正式列装空军部队 具有航程远 载中大 飞行速度快 巡航高度高 低速性能加等特点 可在复杂气象条件下执行长距离空中运输任务 它的列装野标制止中国空军的战略投诉能力得到进一步提升 越二林丹负责替代我军引进的俄罗斯伊尔76的任务 后者性能相对先进 是苏林时代研制的一款大型运输机 要替代它实属公益 后者最大起飞重量190吨 最大载重50吨 最大载运可谓225人 在救援中起到重量作用 而苏林的加入令我军两种大型运输机均投入到了这一核心行动之中 中国苏林的诞生与发展 在这次事件中再次证明 大国已经起飞 我国战略投诉能力有了突破性的进展